要不要照相 網紅都在這裡照相 網紅都在這邊照相 都在這邊發現嗎 網紅不是都在這裡照相 網紅都在這邊買東西 買東西喔 對 今天就是網紅 我等一下要買東西 妳有帶希望幹嘛 帶我老公都 我們今天要坐星宇航空的JX-731 7.40登機 登機口在B9 我的座位是20K 今天坐的是豪華經濟艙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行李是2 3公斤兩件 對 因為如果我們從台北回去 因為我們一定會帶很多東西 就是有一些可能是要拍攝的東西啊 那有一些是要幫小朋友補貨的東西啊 那我們這一次呢 還要特別帶要去墨爾本的厚的冬天衣服 所以 事件行李對我們來講蠻重要的 可是商務艙其實又太貴了 所以這樣就比較趕快 價差的話 大概單趟會差到大概4000到5000塊 我說過華航的豪金艙 我一直覺得豪金艙是一個不錯的產品 通常啊豪金艙的人都會比較少 豪金艙這件事情是長榮發明的 怎麼會想出這麼特別的點子 因為你已經有經濟艙 然後有商務艙 怎麼會想說要有一個豪金艙 謝謝 寶貝哥要珍惜什麼好 來我們急著右轉哦 我們今天是坐在豪金艙最前面的位置 怎麼樣?舒服嗎? 我覺得它的位置比經濟艙稍微再大一點 這樣坐起來的時候感覺有稍微再大一點 看這個靠電的時候你就知道位置都比較大 對 而且它的用色其實跟經濟艙差不多的 對 差不多 我跟鮮菜林的中間有個平台可以放飲料 看一下它的餐桌 餐桌是這樣子的 它有蠻貼心的啦 比一般的稍微高一點 很順耶 對 一樣是可以往前往後推的 遙控器的話跟商務艙是一樣的 是用這一個 這遙控器的質感我也是非常的喜歡 後面是有點帶金屬的感覺 左邊的按鈕啊 上面這個就是椅背的按鈕 下面還有一個腳靠 腳靠蠻特別的對不對 它腳靠是有點像我們坐巴士的 要用手按鈕的 然後它是按一下就會彈出來 還可以再多一節 所以你要按這個PUSH 然後再把它翻出來 哇 這有點傳統的感覺 對 微生級 可是要手動 沒有自動的 座位的旁邊 這邊有耳機孔 這邊有USB-A 還有插座 還有Type-C 而且有兩組耶 就是你一組我一組 對啊 像不像外星人 像外星人 很像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可以往上跟往下的 只有兩段 最低跟最高 我覺得不錯啦 我用得到啦 Q人身高 然後這樣子 就不用頭枕 還蠻服貼的 我覺得不用頭枕這件事情很棒 可是這樣你就少了一個 有可能會有艷遇的機會 因為你就只能這樣 如果很方便 如果剛好做一個帥家人 你就可以這樣子 你整天就想跟我艷遇而已 沒有 我是就是那個分析給大家聽優缺點 那看你是想要舒服的睡覺 還是想要一段艷遇 艷遇就不要做好聽 你常做經濟艙就好了 因為經濟艙就是比較近啊 可是經濟艙也只有這個啊 而且經濟艙不會有中間這個啊 就更高近啊 那這樣睡過去已經有點太過分了啊 這個都不... 耳界部分啊 跟經濟艙是一樣的 整體激調休 稍微注意往國 請到遊戲約好 國公司 青藏區 旅園 歡迎大陣粉敗 既游台北黑網 既加國 我們準備就請 在幾分鐘 既然就會準時關於騎乘 接著的飛行時間 在一小時 用47分鐘 418.47 大陣兩號 好緊張的位置其實大蠻多的 這樣子如果我要出去上廁所 就不用叫你讓我啦 剛剛的火力一定要抱 所以只有兩個小時 可能會有你的氣流 請各位媒體 謝謝 避免記載的燈號 現在我們今天是 今天 請問 5,300 將來的九十四節目 最新的天氣報告 我們都會分享 現在就進行 進行享受 最大的運程 謝謝各位 歡迎登記 請問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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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我們的餐來啦 我跟現在零點的是一樣的 是胡同的醬燒牛肉 它給的盤子是比較方正 有點咖啡色的 然後這邊有個黑色的碟子 放了一個麵包 這邊還有一個透明 有點像是褐色的杯子還是碗 裡面有水果 比較好的是裡面有藍莓 還有蘋果 香花 還有鳳梨 還有附一個優格 它的沙拉是這樣子的 顏色沒有非常的漂亮 就看起來暗暗的 裡面有蜘蛛紋的紙巾 有個CM的牙線棒 這個餐具感覺是跟競技艙一樣的 這個感覺是新的耶 之前不是長這樣的 我在菜單上的時候看就已經長得不一樣了 我不知道是豪金上的菜單不一樣 還是說整個的胡同都已經換掉 因為我確定之前胡同的蛋是上面會有印字 對 然後呢 它也沒有連齁 是木耳 怎麼辦 食物記得是這麼清純就對了嗎 它的肉類的種類 就不是像之前是只有單純的一種耶 它現在有兩種 就是整個都有點不一樣 我不確定是整個菜單換掉還是經濟上 跟烤金屋上的差異 可是我自己覺得 之前吃的那個餐的顏色 就看起來是更漂亮的 其實我覺得它沙的顏色也不是很美 給你看一下 是我的問題嗎 沒有不是你的問題 我覺得是因為它的東西不夠高 就是沒有這樣碰起來的感覺 可是它豪金艙真的有 紋身起一些不同的東西 像燦具 就是經濟艙的時候 是用一個塑膠來把所有東西裝在裡面 然後update了這個盤子 update了這個這些東西 可是感覺裡面的內容物是一樣的 可是我有發現耶 你點水的時候 濃湯有給你玻璃杯耶 對啊 那為什麼一開始 你的水沒有玻璃杯 不知道耶 今天猜你剛才點了一個濃湯 給的是素人的杯子 像濃湯這件事情 還有它的星雲特調 這兩個東西 空服員在介紹的時候 都會特意越過它們 為什麼濃湯會不麻煩 我不確定耶 可是星雲特調真的很麻煩 一開始星雲 它們是你點它就會變在旁邊做 然後之後它是統計所有的數量 之後在後面做 因為它那個包裝的麻煩 要剪開超多個 對 所以我們點過一次之後 就沒有再點 可是我之後發現它會統計數量 去後面做了之後 我就還是有點 因為一起做其實會比較快 你知道如果星雲賣周邊 我一定會買的東西是什麼 而且它如果出了 我一定直接買10個 我知道 頭等長的攤子 那個沒辦法 我跟你講 我呢 從新加坡做回台北的時候 因為這一趟也是蜘蛛人 變名了嘛 對 我跟你講它那個錫箔紙上面是蜘蛛人耶 可是我都不是啊 你點胡同燒肉 你點胡同燒肉上面就是寫胡同 可是如果你是點別的菜上面是蜘蛛人 哇 所以你喜歡 你喜歡蜘蛛人的錫箔紙 對 我想要那個東西 如果它有賣 我就直接買 十捲 那個錫箔紙 還有 上面一樣有些新鱗 那它跟TOTEN這樣的探紙 你先選一個 那一個 我想一下 十捲錫箔紙 那個很實用 可以用很久 而且你知道包起來的時候 然後你拿到小孩面前 然後小朋友就說 哇 蜘蛛人耶 然後就把飯吃完 然後我就跟他說 小朋友 我就跟他說蜘蛛人都吃這個 吃這個長大 家裡吃飯 你又不會用錫箔紙把它蓋起來 只有昨天的才蓋起來 不是你要想 如果我把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送給QQ 然後QQ就會 哎 乘以三百萬倍 好齁 不然這個零偶看起來 會完蛋 很脆耶 很脆喔 我剛才也想說它應該不是脆的 是脆的 雖然說它顏色沒有很美 可是很好吃 很脆很好吃 飯也不會很乾耶 吃起來那個濕潤度很夠 燒肉不是會沾成醬汁嗎 對 那它那個醬汁 那個油已經都流到這邊的飯 這邊的飯吃起來已經有燒肉味了 怎麼覺得有一點韓式的感覺 為什麼會配蘿蔔 蘿蔔就軟掉了 蘿蔔真的不能加熱耶 很奇怪 再來吃一下它的蛋 它的玉子知道是甜的 可是它的顏色上面有炙燒過 看起來還是漂亮 肉是剛好兩塊不一樣 還是你的也是不一樣 把我的看一下 欸我的肉感覺是一樣的耶 對啊 然後你的肉 喔你這塊顏色 比較弄得比較焦啦 我這塊可能 我不知道我這邊有兩鍋 這一關是鍋底 這邊是新的 對 一開始還講說它這兩種鍋 結果不是 因為正常應該會像這樣 你的那一份比較漂亮 你也擺得很好 我喜歡吃焦焦的 你喜歡吃焦焦的 沒關係啦 吃一下它的肉吧 我要吃一下 它的肉跟它的飯配在一起 我覺得我那個可能剛好鍋底 那一份也比較黑 還是很好吃啊 有人一直在誇獎新的白飯 快把白飯吃光光 因為燒肉醬配白飯 就是一個非常下飯的一個作品 其實焦通的醬還是調得不錯啦 蠻特別的 你一吃就知道什麼它的味道 欸可是你這樣照我的這個飯 大家就知道我不喜歡吃什麼東西 但是看出它的現象 真的一個難過 我覺得有一點蠻奇怪的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不是這樣嗎 沒有奶油 沒有什麼奶油 總是要麵包喔 對啊為什麼沒有奶油 還是你剛剛拿它會給你 對啊可是 我覺得它應該是忘記綁 因為我確定競技場有 還是說這個麵包 是比較特殊的 它可能有用 同比已經傳輸進去 對 來的時候麵包一定是冷的 你試看看 韓信啊是還不錯的 以飛機上的麵包來講 我覺得幸運的都還蠻好吃的 飛機上的麵包如果沒有奶油 我都沒辦法 因為太乾了 對啊它還不能忘記了 或者是要另外一個拿藥 這是什麼 應該是半茄乾 為什麼要用番茄乾 沙拉還要翻乾 番茄乾 可是為什麼不放新鮮的番茄 我不曉得欸 可能這個味道比較重 它顏色上看起來就是沒有很漂亮 可是它吃起來 比看起來好吃 我覺得它對我來講 定義來說 比較不像沙拉 比較像小菜 小菜 對 因為沙拉感覺可能要揉菜 或者是一些新鮮的水果 它都沒有 比較像小菜 對 配燒肉的小菜 對然後它吃起來的味道是蠻重的 就是有下蠻重的那種鮮味 我們點了兩杯讚蘭宇宙 今天太靈剛剛還有解剖了 第一個解剖是 它剛剛說來幫你上下你的讚蘭宇宙2.0 2.0就代表它有升級過 然後剛好稍微問過 它們就是有稍微調整甜度 現在喝起來會稍微比較不甜 每次從新加坡回台北的時候 我也都會點它們的新鱼特條 剛剛那新鱼特條呢 從新加坡飛回台北的時候 不是這個顏色 我剛好就有特別問它 它說其實幾年差不多 可是從新加坡飛回來的那個 有多加流程子 那這個是有加一個藍柑橘的 一個糖衣 所以看起來顏色是不一樣的 現在蜘蛛人聯名的還有這個 超可愛的 來試看看椅子可以躺到多低 它的椅子調整的方式是 旁邊有兩顆圓形的按鈕 對 跟經濟艙不一樣 來按按看 按了之後要用力躺 跟經濟艙一樣吧 對 我幫你按 再給我一次機會 好 好 很斜 滿斜的耶 對 很正的 比我想像中的斜蠻多的耶 對啊 所以我就說 你根本就是在這邊再加個鏈子 就沒傷害 對 那我看一下腳 腳的部分啊 它起來大概是30度左右 可是它還有設計跟腳踢可以翻起來 這樣可以踩著比較舒服 滿躺的耶 對啊 好 我們已經抵達新加坡仗衣機場 為了一單旋 在愛神戴登號尚未熄滅之前 請您繼續留在座位 並機款全載 現在開始 您可以使用行動電話的通訊功能 請您當您打開雙方行李相識 請小心開機 今天請您快過 感謝您 請記得您的隨身行李 感謝您大信心 很酷的單機 我們期待能夠開機位 謝謝 再見 再見 今天坐得舒服嗎 今天坐得舒服嗎 讚 我今天有睡著 而且我睡了兩次 其實豪金艙做長程我覺得差很多 它的腳步還有它躺的空間啊 其實都很不錯 就是有那個腳踏板 其實你的腳的壓力會減輕滿多的 而且心旅倒的幅度滿多的啦 就是我覺得夠寫耶 就是我還會覺得會不會影響到後面的人太多 因為它那個幅度真的滿夠的 不過這點滑航就比較好 滑航豪金艙躺的時候是不會倒到後面的 它是有點滑下去的那種感覺 那更好 餐點啊跟一些硬體的部分 我覺得跟經濟艙沒有差非常多 因為本身心與經濟艙就已經很好 對 心裡的經濟艙真的是沒話說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需要做到豪金艙 你可能要有特別的需求 你可能做長途的 或者是你不想要花那麼多錢 可是你想要有更多的行李 這可能是比較適合的選項 不然其實做經濟艙就很夠了 像這次我們多了兩個行李啦 其實行李買起來其實也是不便宜的 對 現在是蜘蛛人聯名嘛 蜘蛛人聯名只到8月 一定都已經搭了 一定要拿一下撲克牌 興宇的這個蜘蛛人的紙盒 跟它原本的那個是一樣 就是摸起來不是滑滑的材質 是稍微比較粗粗的 沒有上亮坯的那一種 這種挑的紙本身就是稍微比較 文青感 對 比較文青一點 可是我覺得撲克牌就是要滑滑的 不然感覺都發牌感覺不夠快 它每一面的正面是都是一樣的 可是背面來看一下 這裡有星宇航空的LOGO 其實是星宇 也有蜘蛛人 你看 其實它這次聯名算蠻用心的啦 很多東西都有 像剛才拿的那個攪拌棒 我就覺得很棒 對啊 攪拌棒 因為它叫攪拌棒 所以它棒棒 好冷喔 太爛了嗎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如果你喜歡我們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一起訂閱 你會記得訂閱 你可以跟隨稍跟忍跟存在 可以輸出 你會不會